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我現在要講的題目叫 一發入魂, one gage rc 那其實我本來的講題沒有那麼種惡 但是在議程出來的時候 我看一下大家 怎麼每個人的議題都滿滿的英文 然後就好像我原本的議題也是一句英文 然後就好像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新意 所以我就特別改了一個特別中二的名字 那在開始之前呢 就是因為我在準備CMT的演講的時候 就特別請教了一個 就我另外一位朋友 他非常的會簡報 就是世界各地到處演講 所以我就問他一個問題說 要如何製作好的簡報 那他告訴我三個訣竅 一有貓 二很多貓 三滿滿的貓 所以呢 就我聽從我朋友的建議 就是等一下我投影片裡面 如果有貓 就只是為了有貓 跟貓一點的關係有沒有 好 那 那 我的IT是David92J 那我 自詩為一個CTF電競選手 那我原則很簡單 就是 哪個比賽有獎金就往哪裡打 那我自己本身是217的成員 然後 比較大型比賽就是 就是用HECON名字出來這樣 那接下來就進入今天的講題 好 那 駭客的日常 吃飯睡覺打咚咚 那 咚咚是什麼呢 我們平常打咚咚可能 就是每個駭客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想我自己比較長打的東西 那 Binary Service就是 就一些 服務 那服務 我們通常會分 比較粗略的分 會分在Windows上跟Linear上 那Windows上的Binary就是PE格式 Linear上是ELF 那我今天的 主要就是主要都是針對Linears來講 那 那 還有另外一些咚咚呢 就好比說像 Web Browser 那 像大家常用的Chrome 或Fivebox 或Safari 這些其實都是 可以被打的咚咚 還有 OS Kernel 那 就比較常見就是一些提權漏洞 或是像 Virtualbox 或是 VMware 就會有一些VLSCAP的漏洞 那 CTF比賽當中呢 就其實它會 涵蓋以上所有 就是它 CTF 雖然它是個 有點像遊戲化的一個比賽 但是它其實出的題目都還蠻 就是跟 實際上會遇到的例子 就是還蠻一致的 好 那在CTF比賽當中呢 我們通常 通常可以把一個 就是打一個題目的流程 簡化成這個樣子 通常你 拿到Binary之後 會開始找漏洞 那找完漏洞之後呢 漏洞通常 我們通常會把漏洞 類型分成兩種 第一種叫做 Defit ASR 那ASR是什麼呢 ASR這個是 它是隨機化配置記憶體位置的縮寫 那它其實是 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做的 加上的一個保護 所以ASR本身是一種保護 它保護說 就當你程式跑起來的時候 程式的記憶體位置 是隨機分配的 隨機分配 所以 那我們找漏洞就是 我們想要 去除掉這個保護 那漏洞 這種漏洞就是說 我們可以洩漏它的 就是當前程式的記憶體位置 就我們利用漏洞洩漏 記憶體位置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 相當於沒有ASR 就是原本 ASR是隨機化 那個記憶體位置 但我們如果 洩漏那個記憶體位置的話 它就跟隨機 就是沒有隨機的感覺 那我們通常把這種漏洞叫做 可以information leak的漏洞 那另外一種漏洞利用 叫Control PC 那Control PC呢 並不是控制電腦的意思 並不是控制電腦的意思 這邊的PC指的是 Program Counter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它現在 正在執行哪一行組合語言 就是PC是 代表它現在執行哪裡 那我們 Control PC呢 就是我們可以 控制說 階層是現在接下來要執行哪裡 就是我們俗稱會把它叫做任意跳 那跳的概念就是 原本城市預期 就因為我們利用漏洞去控制這個城市 接下來要執行哪一段組合語言 那我們就是把它叫做 任意跳去另外一個地方執行我們想要它跳的地方 好 好 那 就是我們最終目的都是希望達到做remote Codecution 就是任意代碼執行 好 那我們通常會講說你如果能夠defeat edge 又可以控制PC的話 那你就會有remote codecution 好 那 在我小的時候呢 就我們想要做remote codecution 通常我們會 想要做的事情是呼叫systemsh 這個函字 就是 就是 如果你 執行的systemsh 就相當於你 跑一個share 那你有share就是可以 任意代碼執行 好 那 以前就是呼叫systemsh的方式就是 我們首先要defeat edge 就是目的是為了要知道system這個函字在哪裡 就因為 edge 會隨機 就是這個保護會隨機化它的記憶體位置 但如果 我們能 就能洩漏記憶體位置的話 我們才能夠知道system這個函字在哪裡 那我們再利用 另一條就是Ctrl-P洩漏洞 讓城市跳到system那邊 那這邊有個重點是我們還要同 就我們除了跳到system上 我們其實還要同時能夠控制它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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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hare這個自傳 那 這件事情可能就 就不一定辦得到 就不一定辦得到 因為 呃 呃 就因為漏洞本身 漏洞本身可能就是 呃 一個information leak 一個是任意跳 那 就不代表 那個漏洞同時能夠讓你控制 參數是任意自傳 呃 所以 呃 這就是 我們需要 呃 所謂one gadget的 動機 那 one gadget是什麼呢 它的功能就是 只要你跳上去 就可以獲得 就可以開設 就是 以前要 呃 洩漏7層位置 然後跳7層 還要控制 參數之類的 那one gadget就是 你直接跳上去 就可以 就不需要再控制第一個 就不需要控制參數 好 那它的使用時機就是 第一個你要 當然就是你要先有 呃 就是能夠以Formation leak的漏洞 那第二個就是 當然是你要能夠 控制PC 那第三個 呃 呃 呃 可能比較嚴苛一點就是 你需要知道 呃 呃 漏機的 韓式庫的版本 因為 就是如果你 因為你要知道 它是用哪一版的韓式庫 你才能夠 準確的知道它的 呃 呃 在哪裡 就你才能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件事情 其實通常 呃 不一定能夠 就 看起來就不一定能夠知道 那實際上 其實有個小技巧叫 可以用拆的 為什麼可以用拆的呢 因為 呃 因為實際上現在作業系統 如果Linux的話 可能 就要嘛 Ubuntu 要嘛 Debian 沒有幾版 那這幾版當中用到的 Labs其實也沒有幾種 就是你可能就只有十幾種的 韓式庫需要拆 所以你每一個都 試一下 就會 有一個對的 對 所以 算這個 就是有這個issue 但它其實並不是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用拆的 好 那原理 那原理 就是 在韓式庫裡面 有些韓式會呼叫 esecve 然後 bsh rgv emvp 這個韓式 那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 esecve 這個東西 那 這個東西 他 eacv它本身是 執行檔案的syscode 所以各位如果寫過 西語言的話 應該會看過 man的prototype 長這個樣子 就是第三 然後後面是 argv跟emvp 那實際上 其實就是你 你如果用 esecve這個韓式的話 你傳進去的 argv跟emvp 當你把 就是file這個執行檔 執行起來之後 他的man收到的 argv跟emvp 就是你傳進去的 argv跟emvp 就是 就是你 你在linear上執行檔案的時候 實際上都會去 利用 esecve這個syscode來完成 那我 準備一點簡單的 小範例 就是 就是 我們現在自己寫一個 就是我現在會呼叫esecve 然後我去執行 就我想要讓執行並ls 就是 這個指令 那我傳的參數是 ls ls ls-lh 那我把這個 程式扁起來之後 直接執行 它的效果就會跟 ls-lh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利用ecv可以直接執行另外一個程式 這樣 好 好 好 那 我先來講一下argv跟emvp這樣的參數 那根據 就是這樣的參數本身是個 array of chart pointers 就是它是個 就是一個 array 然後裡面每個要放的是 字串的pointer 那 根據文件 就是這個 它要最後面要有一個 怒我結尾 就是它的合法形式就是 像 同一篇上寫 就是 一堆pointer最後有一個 怒我結尾 就代表這個array結束 就是 像如果 你esecve一個檔案 然後 裡面傳兩個 就是 array裡面 但是只有一個怒我的話 相當於你 就是沒有argv也沒有 就是沒有argv也沒有emvp 就是它會空array 那有個 小 有個鬥姿勢就是 其實 你的argv跟emvp 直接傳一個怒我也是可以的 那這個是 就是 document原本宣稱 它是array of pointer 但是其實它可以 就你直接傳怒我 也會過 也會過 那我們講一下argv 那argv就是 反正就是main裡面 你會 第二參會收到那個 執行參數 那 根據 不同版面裡面 你寫法不同 你argv傳怒我可能會 程式可能會死掉 可以 試一下 就我現在這邊 我原本 原本argv是 好好傳 ls-lh 那我們現在 把它改成 直接傳怒 就可以看到它 它執行之後 就崩潰了 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因為你 就是當我們執行ls的時候 就ls本身 預期會 會想要拿 argv的參數 可是它 它 拿argv的時候 會 就會變成 對argv 取 所以就崩潰了 這樣 所以 寫法不同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 程式本身 它會想要 對argv去 de-reference它的話 就會想要去 使用argv的話 那你直接傳怒 有可能導致它 就是程式崩潰這樣 那 有個好消息 好消息是 如果是變成sh的話 傳怒不會死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改成 就我們不要用變成sh 我們改成變sh 然後後面 就argv傳怒 那 這樣它就 它現在成功執行 變成sh 就是 就代表 就變成sh 本身也會 看argv作詞 但是它會 它有好好的 handle 就是argv是怒我的時候 就不會去 對它de-reference 所以變成sh 就是你如果 是0 就會怒我的話 它是可以正常運行的 所以 所以 然後 後面 直接傳怒我的 就是可以正常執行 接下來講講 emvp emvp它是個 就是環境變數 就是 環境變數 就是環境變數 就是通常 你用environment這個 這個變數 可以直接取得 當前程式的環境變數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呼叫eacve 的時候 如果你的emvp 是nur 或者是 空array 就是 空陣列 然後或者是 直接傳environment 這個 系統環境變數的話 就是 都會合法 都會合法 那 講那麼多 到底哪裡 哪裡可以找到eacve 呢 像syssen這個函字裡面 其實 syssen這個函字本身 其實就是 約等於fork加eacve 就是你呼叫syssen command 的時候 它實際上就會 就是 會執行eacve 變sh 然後sh sh-c 然後comment 然後emviren 那 其實 syssen的sense code 那可以看到 第87行的地方 就是它有呼叫eacve 所以 那如果 就是我們原本 任意想要跳在syssen上 那我們現在如果改 就是我們外一點 就是我們不要跳在syssen 韓式的頭 我們改成 跳在它 準備要執行eacve的地方 那其實 效果就相當地執行了eacve cve 變sh 然後某一個變數 然後emviren 那這個某一個變數 就是它其實會變成一個 未出所要的變數 就是它是個 就你 因為你直接跳在 就你ssen前面 其實會去 設那個 rv 要是什麼東西 但如果你直接跳在中間的話 相當於你 你直接 access了一個 沒有初始化過的變數 那 這個沒有初始化過的變數呢 我們就會 有一些希望 就是希望說 如果它是 剛好是0 或者說 它剛好是的 就 reference之後是個 是怒我 就是它 它是怒我 或者它 它是一個空的array的話 那我們就會 成功地執行 就是成功地開啟 變成sh 所以其實 就onegauge的其實本身 還是有一些條件 就是像 像這邊就會 就會希望有一個 希望那個rv 就是怒我 或是空的array 那 所以我們就有個壞消息 就是 它其實不一定能成功 不一定能成功 那有個好消息 就是 其實我們有很多個 所以我們就 每一個都試試看 總會 就有一個表現就會中 那 為什麼 就是 就 食物上其實很容易會中 很容易會中 因為我們現在的條件是 某一個 某一個記憶體要是0 那 那因為 stake上 就是區域變數 其實 在沒有用到它之前 它的預測會是0 所以其實只要 或者是 程式用業本來就會有很多 變數是0 所以其實如果你條件是 希望某一個是0的話 這件事情 還蠻容易發生的 蠻容易發生的 蠻容易發生的 好 那 那我們要怎麼 找完Gage去的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通通time ago 也就是大概半年以前 我找完Gage 要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 就是我們先搜尋 BSH這個自傳位置 那就可以用簡單的 comment做到 就是我們現在 就我們可以找到 BSH在韓式庫的 18A740這個位置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我們 打開那個 韓式庫 然後搜18A740 就我們目的就是想要 因為我們想要找 ESC CVE BNSH 這樣的 扣段 所以我們就是找 有哪些地方我用到BNSH 那我就會 就會 我們就收到這個地方 然後第三步就是 我們用 使用露眼 瞪它 看看哪裡長的最像 會呼叫ESC CVE 變成Jage ARGV 然後就等了一下 就會發現 大概這個地方吧 好 那 就是說找起來 其實也蠻簡單 也沒什麼 但是 我們每一次 比賽都要重找一遍 就永遠不會記得 上次找到哪裡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低能 所以呢 在很久以前 Long Time Go 也就大概半年前 我們就 就決定寫一個工具 來自動化這個 腦輪的 鎖式 所以我就開了一個 就 反正我就開始了 開始建置這個 自動化找 OneGagget的 專案 那目標呢 就我們想要 自動的去尋找 會呼叫ESC CVE 變成Jage ARGV EMVP的程式片段 就是在韓式庫裡面 尋找 所有這種東西 那 再強調一次就是 Gagget的成功條件 就是ARGV跟EMVP 是合法的Alay of Pointers 或者是Nua 那一般來說呢 就是 ARGV是Nua 或 Reference就是Nua 然後EMVP 就是Nua 或Reference就是Nua 或者是 它用了系統的Eviral 那 在 建造之前 我們要 決功率戰習式 必先立習器一下 所以我要講 Simbolic Eccution Simbolic Eccution Simbolic Eccution 它的功能是 能夠分析 就是你有位置input 或者是你有位置變速的時候 這個程式會如何執行 那 為了避免現場有人不招 Simbolic Eccution 我準備了一個 一分鐘學會Simbolic Eccution的 降低 看一下現在 好 好 那預備 開始 簡單來說呢 其實我們要希望 在有位置數的情境下 去執行程式 那執行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遇到位置的變數 就保持讓它是變數 好比說你現在 有個input 那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讓Eccution 保持是變數 那我們一旦遇到運算呢 就都用變數來表達 好比說如果有個運算是y等於x乘2 那我們就記住說y是兩倍的變數 那如果例等於y乘3-2 我們就記住說 例是六倍的變數-2 就是把一切的數學運算 都用一個位置數來表達 不一定一個 就是都用位置數來表達 那我們遇到分支 就是記錄限制條件 分支就是if if else那些分支 他就說if例小於等於10 那我們就記住說 如果if要成例的話 就是六倍的位置數-2 要小於等於10 那如果有個條件 要以FY小於等於10 我們就記住說 這邊要有個條件 是兩倍位置數小於等於六倍 位置數-2 那合起來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 這個程式走到Returns Access的地方 就是位置數要借在0.5到2之間 那想要fail的話 就是其他情況 那現在還有15秒 總之呢 就是有變數的執行程式 遇到分支就新增限制條件 那你之後解限制 就可以知道你位置數多少時候 會走到哪裡 這就是Simbabye Eccution 那Simbabye Eccution 跟OneCanger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要 我們的目的是想要找到 呼叫ESECV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比較 就是如果你直接跑下去 看哪裡會呼叫ESECV 這樣比較像個工程師嘛 那方法呢就是 我們在函視庫裡面 隨便找一個地方直接跑下去 那跑了之後呢 所有的旅居車 就是所有的暫存器 都當它的變數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 並不知道那個時候的 所有旅居車的狀態 那我們跑下去直到呼叫ESECV 這個韓式 那我們那時候再去看說 就是ArcV跟EFV 都是合法 就是有沒有可能都是合法的 那舉個例子 這是Ubuntu 16.04的 16.04的 32bit的韓式庫的片段 那舉例之前就是 我先稍微講一下 就是在32bit裡面的 韓式的coding convention 就是 就是你呼叫一個韓式的時候 它的參數會放在Stack上 那ESP這個暫存器 它是Stack的Point 那畫成圖就是 當你call function 如果你想要傳 ABC熱散的參數的話 就是你的Stack上 就會依序放著ABC 然後你的ESP ESP這個暫存器指的是 暫存器的頭 就是Stack的頭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跑一下這段call 用人道跑 那一開始呢 就綠色ESP就是代表 在跑這段call之前 ESP這個暫存器的位置 那因為 就剛剛講過 ESP其實是我們現在的變數 就我們並不知道它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 綠色就是 我們的 一開始的ESP 那第一個 它會做 add ESP 0x7 那其實就是 ESP 加等於12的意思 所以我 就是下面的Stack 就是我讓現在ESP 就是往前移 那綠色就是原本 ESP所在的位置 然後 下一個指令 push 它會push環境變速到Stack上 所以 現在ESP 其實會是 原本的ESP加8 就是因為push的時候 ESP會減4 所以現在ESP會變 原本ESP加8 在這一行是 ES等於ESP加0x2 那因為 這個時候拿到ESP 其實是 原本的ESP加8 所以ESP加0x2 其實是 原本ESP加8 再加0x2 所以我們實際上 記得ES它的值是 綠色ESP加0x3 所以我們要 用ESP這個變數 就是這個變數來表達 其他暫存系列子 然後pushES 所以會把ESP加0x3 放到Stack上 那最後就是ES等於 變XH這個位置 然後push到Stack上 所以我們呼叫ESP 的時候它的 三個殘數就是變XH 然後ESP加0x3 4 然後imbaron 那我們會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找很多個西點 就是跑下去看看 那這樣 就是這樣其實會找到 很多很多的 不必要的垃圾 好比 所以我們需要去無存信一下 好比說呢 我們會想要 把條件重複的丟掉 就是 如果有兩個不同位置 但他們條件 長得一模一樣的話 我們就留一個就好 就留一個就好 那還有成功條件 如果比較嚴苛的話 也可以丟掉 好比說我們如果有個條件 可能是ESP加0x34 那邊又是NO 然後ES是NO 可是我找到另外一個 只有ESP加0x34 要是NO 那我們現在只要留 就是底下那個就好 因為比較嚴苛的 就是沒有必要留著 那在寫自動化工具以前 就是以前 就是半年以前 我用手找的時候 我們都以為 就是世界上的WineKey 只有三個 那寫功率之後 根據不同版本 就是另外多找到了 二到五個 那接下來就是 我簡單的 用一個CDF的challenge 來展示一下 那我先 先關掉這個學 我先 就我現在 就我現在準備了一個 有動的 有動的 binary 就是 忘記這個 這個程式有動的 高一點 那它的功能有兩個 一個叫 秀一個叫 確定局 那他其實 他功能很簡單 就是我 我隨便寫的 那秀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 秀的時候他會問你 你要看哪一個兒子 然後他希望你打0到9 那我們先打個9 好了 那就告訴你 第9格現在是0 那你有功能叫 Change Change 就是你可以改 某一格的值 那我現在把9的值 改成 0x123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在秀 9的值 反正他就被我改0x123 就是他 這個 簡單小程式本身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 看某一個兒子 跟改某一個兒子 那 大家一定 很有概念 就是他現在 他這邊會去index 這樣子輸入0到9 那我們怎麼可能 就乖乖的輸入0到9呢 所以 我們就 我們可以打一點 別的東西來看看 就我們秀 秀之後 我們打10 我們可以看到他 把一個垃圾噴出來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長這種樣子的 其實就是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是Stake的位置 就是他 反正其實他 就是 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 defeat Azure 類型的漏洞 就我們可以 洩漏一些他 就是程式內部的 使用的位置 像這個 這個漏洞利用就很簡單 就是我去看 超出他預期的 就是0到9以外的 index的時候 就會看到 好東西 那 反正 就功能來講 那 我 所以 那Change這個 就是Change那個功能 就是我現在 秀可以 可以有 defeat Azure的漏洞 那我在Change那邊 留了一個 可以control PC的漏洞 就是我們 就我們透過直接 篡改 韓式的 return address 就我們直接篡改 在 韓式 return的時候 要去的地方 就可以 讓它在結束的時候 跳去我們想要的地方 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Change 就已經算好 我們如果Change 去第13格的地方 然後 如果我現在打個 就我們把 就現在把 第13格改成一個 就是改成零差 defeat 然後我現在離開 離開這個binary 那其實會看到它 它就崩潰了 就會寫個manifold 那如果你去看 就如果我們看 系統訊息的話 會看到 我們剛剛那支程式 它在 就是它的 PC被控制到 零差defeat 這個地方 就在我們剛剛有 成功的控制到 這些程式去 跳到 我們想要它控制的地方 想要控制它的地方 好 那所以 就是利用 就是利用這個 就是利用這樣的漏洞 就是defeat XR 跟control PC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RCE了 就是 如我之前所說 那我之前 那我 我準備好 就是攻擊的腳本 那 就指針下去呢 就拿到學友了這樣 那其實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先 利用 defeat XR的漏洞 去洩漏韓師傅的位置 然後我接下來 把control PC 改成 我之前 就是交號的 onegature的位置 那我現在 就原本的程式裡面 並不會有任何想要 執行協有的地方 但我現在 就是控制它 我就獲得一個 remote coefficient這樣 那 我 解一下 那我寫的工具呢 就是 就是你 onegature 然後 傳 韓式庫 檔案進去 它就會 噴出所有 它找到的onegature 這樣 那像 像這個 這邊就有一些 就是像 這條件要是 RSP加0x30 要是0 或者是 某兩個register要是 0 或者是 或者什麼 RBP-0xF8 就是 反正 條件就是 某些register 或某些reference 要是0 那 結論 身為工程師呢 我們就喜歡把 所視自動化 然後 用過onegature 才知道 有多好用 然後 其實 Simbolic equation 還有很多細節 就我剛剛 雖然畫了一分鐘 但其實它還有 博大精神之處 就是 因為我們不需要 所以就沒有特別講 就是你不要 到處炫耀 你會Simbolic equation 對 如果你一直聽我講過的話 然後 這邊是我的 就是Public Repository 幫我按個讚 拜託 那我是David Joe 之後 你可以在 各大社交平台找到我 謝謝大家 謝謝David為我們帶來 那麼精彩的議程 那 事實上 他們在 整個CTF過程中 所遇到的問題 他把它總整起來 寫了一個工具 我覺得非常好 那不知道 在場各位 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現在可以 我們開放一道兩個問題 都沒有問題 大家都 好像 是不是都睡著還是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掌聲謝謝David